各位網友好,華記 今天是2019年10月20日 香港肯定是暴動暴亂 無面化出現,非法集會出現 完全沒有用 今天風聲鶴淚 暴徒用汽油彈在天橋炸進去 特意給警員 其實他扔進去,他已經瞄準了 不過他扔的時候馬上離開 幸好不是兜頭炸進警員的頭 但警員也扔到一半,二級燒傷 其實這班人,他絕對是看到之前 有一個中了劉酸彈的警員 換皮是十級痛、很慘 但這班人沒有人性 他的汽油彈是歷史以來最多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香港每天這樣暴動 政府都不知道做什麼 只是靠警察是最後防線 現在很流行一句說話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但不代表我支持林鄭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香港警察真的太辛苦了 全公務員體制 全香港治安 最後一度防線就是香港警察 智利暴徒縱火 在這星期破壞地鐵 總統立即宣布 首都進入緊急狀態 這是智利的 英國宣布 在9點前就要結束 集會 或者立即逮捕 幾天之內捉了2,800人 而西班牙 你也知道 我們傳染了 破壞港鐵的病毒 給西班牙 他就是打爛地鐵 西班牙總統 赤家下令 策劃 任何恐怖分子的網站 全部 拔掉他 暴徒更加不能保釋 這是西班牙、英國、智利 在這星期發生的暴動 因為暴動都會傳染 像瘟疫一樣 林鄭 我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最慘的是 今天有電台發出 在Facebook 他說 林鄭靠大家核實 就說 香港的教育沒有問題 也要想想 如何幫助一群被拘捕的暴徒 年青人 還會再研究一下 獨立調查委員會有沒有需要 看了警監局的報告之後 你這些 你是不是全部推警察去死? 有沒有搞錯?林鄭 很難支持你 你不告訴別人自己心亡也不行 還有一件事 就是陳同佳差不多放牢了 這幾天 陳同佳跟牧師說 打算去台灣自首 消息傳到台灣之後 有兩個意見 第一個意見是 蔡英文說 喂 我不收 這傢伙 你們在香港準備好 那些證據 才打算移交過來 陳同佳 我們拒絕你入境 跟牧師 然後馬英九 有些人性和有些血性 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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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怎麼做呢? 一個一絲兩命的人 在台灣 然後現在在香港出獄 他如何面對 他死去一個女朋友 以及死去一個寶寶的家人 特別是他這個女朋友 死了之後 他的父母在香港 你出獄之後 你現在就說去台灣 台灣又不讓你回家 好了 最開心的應該是陳同佳的家人 或者他媽媽 或者父母 因為他自首回台灣 你又不收 香港警察你又放他出來 那走出來 怎麼搞 一死以謝天地 還是出家做和尚 陳同佳也有很多個問號 究竟我現在出獄 我應該怎麼做 可能你會問華記 其實陳同佳如果你想贖罪 我想你要穿一件白色衣服 蒙面蒙頭 就在每個星期六天 就在全線那裡 就不斷在這裏說 人家開行兵 扔汽油彈的時候 你就不斷說支持香港警察 接著那些人 一定過來打你 你看看 你這班人是因為陳同佳而起 上街勇武 就說是逃犯條例 現在都變了質 陳同佳就試一試 看看是否受到上天的懲罰 如果你不能死 給你一次機會 因為你一絲兩命 如果你在兩個現場那裏不斷 你康復之後再下去多一次 如果兩次之後都上天搖回你的命 再定奪 你看看陳父有什麼意見給你 如果你問華記 我覺得做人要有承擔 你起碼要連續兩次 第一次 逢他暴動的前線 你將你整個人蒙面 不斷說支持香港警察 你要讓那些 因你而起的暴徒 勇武 這班人就先掠你一招 你也要仇格 別人父母都死了女兒 那怎麼辦 如果兩次都不能死 或者是怎樣 你就再作打算 你問華記也沒辦法 台灣又不收你 香港政府又放牢 你唯有試著這個辦法 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香港很明顯是為暴動而暴動的 這是霍永強 星島時事新聞 時事觀點 霍永強 美國的星島中文電台 那天我跟霍永強做了一個節目 其實他傳達一件事就是 暴徒就是為暴動而暴動 為破壞而破壞 這裏也要跟榮永強說聲 不好意思 因為我看到有些留言 就說 喂,華記,你全都說了 你給位置 霍永強說吧 真是不好意思 可能這真的是 我的缺點 接下來我還有機會見到 榮永強 我就整個節目等他說 我問問題 今天看到警察很悲哀 很多汽油彈 其實我也不想再說什麼 因為這些都說到麻木了 大家聽完都不太開心 不過問題就是 你今天這麼慘烈 大家要看看那件事是怎樣的 現在黃絲港獨 你做不割者 他們所作所為都看清看楚 你做不割者 今天這條影片 就呼喚一些黃絲和勇武割者 太離譜了 你看到他打爛那些店 根本是那些中銀 還有那些 今天連北京同仁堂 都被你撥起來 小隻汽油彈下去 那些藥都附出來 當然是有人拿一些 只是不割得很快 luent問題 即是北京銀人堂 現在中銀 嘩 非常慘烈 這些都是國際標準 這種明知 今天《華記》 亨朝 小姐議帶來不想告太多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